看這個 現在開始demo後夾 通常如果是 我會先從 Aucousal View開始 就是請病人稍微 點頭 我原本病人是躺這樣 然後讓他點頭 你就可以 比較直接看到他的Aucousal View 因為有時候你會喪失一些立體感 所以你可以 瞄一下口內 然後 去看 這個地方 所以我在這個View看的時候 我其實沒辦法看到整個 我Forge 所以其實你可以先畫個線 你用你的鉛筆 把你的幾個主要的 長軸 這個 Bridge Main Ring 因為後牙其實主要三個Plan 以Functional Cusp的窯點 往Buckle Lingo 會是兩個Plan 就是我會 這是第一個平面 這是第二個平面 這是主要的第三個平面 就是承受氧核力量的主要三個平面 因為大家都有看過這個咬合面的剖面圖 ABC嘛 三個點的那種 所以 我 會先從這個三個地方去抓一個 大概的一個深度 那我是用比較粗的這一支 紅線的這一支 他整個吃進去大概就已經快到餓了 所以我讓他吃大概 先吃到一半左右 或者一半再多一點點 好 要記得喔 我們現在看的角度其實 不是 我們平常看的角度 所以你會 視野上會覺得 好像快慣了 可是你要看的是那支队有沒有被吃進去 我像這個View 這個Distro的View 其實我看不太到 我就不要修 我就先不修 那這個地方 你把你看得到的地方 你已經切得到的地方 先修出來 我讓他吃比較多一點點 我就是讓咬合面的厚度足夠 然後 你修完之後的地方 你就要先畫個線 那個線就是代表說如果你把旁邊掃掉的時候 把旁邊 旁邊 旁邊還沒修掉之前的地方 你只要碰到那個線你就知道 你已經跟他差不多生了 已經碰到那邊就差不多知道 一樣生了 然後這個地方 然後再一樣 然後再一樣 你要記得Morphology喔 記得Morphology 我Disto這個角度我覺得我看不太好 我就先不修它 我先把我看得到的地方 先修好 我一樣可以用Finger Rest喔 就是 我放大一點 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真的病人的話 我大概就是手這樣子 右手 右手 我左手可以用兩隻手指頭撐在這裡 這樣子 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壓著病人的壓制或靠近壓力 應該還好 我通常Prepare都會打麻藥啦 因為 我自己的習慣是這樣子 就是 大部分的治療我都會上麻藥 病人比較輕鬆 我也比較不用擔心它 痛 我打麻藥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我照相病人也不會痛 我口徑就可以 鏡子可以 稍微用力撐開 你這樣就好照相 這是我一個好朋友教我的 他說他們錄定都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稍微 我的中指 撐在後面這裡 我的食指來扶你的handpiece的頭 你這樣子去移動 你就會很穩了 所以我要稍微靠近Bistro 我就比較安全 因為我還是看得到那個Bistro的manual ridge 就留一點點 留一點點 我現在咬和唸的這邊稍微都修掉 這是我的AB的plan在這裡 這是Aplan AB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修完 就稍微看一下 移開顯微鏡 你不用 眼睛靠來看一下這個角度 對不對 然後 再換過來這邊 那這邊 你可能就是可以用這樣子大拇指 如果病人真的嘴巴張不太開 你就 你就稍微 這樣子啦 就可以 閃開一下 可是你要看得到喔 你要想辦法去找到好的Bingard rest 最好是兩手 可是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就是一隻手 所以這個 手自己手 手要練一下 你看 這是咬和面的空間喔 這個空間一定要足 咬和面 Buckle這個plan 我大概還剩這邊 沒有設置 好 所以你可以請病人 點頭 然後 往右邊轉一下 往右邊轉一下 你就比較看得到 這樣就比較看得到 這樣子我就比較明確 比較清楚了 在這邊一樣 是一樣的深度 把這條線刷出來 那像這邊你要 你要車多升 其實你在這個視野下 你是可以決定的 我這個我刻意的 我要修多一點 我想要讓這個 他還是對我來說 他還是屬於美觀區 笑起來還是蠻容易看到的區域 我就把它往下多修一點 那如果你希望真的是這種當定的 很多的processes 口內真的看起來不明顯的話 你的reduction量 可能 就是要有一個漸層 那當然要搭配祭司選擇正確的磁塊 有時候這個很難說 有時候運氣好 就是技師選擇剛好的 黏上去就看起來好像看不出來 過幾天還是看得出來 因為牙齒 脫水跟回水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我先預估我之後的蠻別帶的 可是你看這個view 你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個位置 所以你口徑 口徑應該拿過來這邊 看一看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的 太亮了 我剛剛是不是弄得點紅 沒有沒有 是看得出去 喔還可以喔 看得出去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相對位置 那再來就是過proxima 其實你從這個view去過proxima也很輕鬆 只是說這個角度我們去prepate這個牙齒 有時候不是那麼常這樣做啦 如果以以前的 我的目標就是我要馬上再打開 我們把它放很大來看 大概這樣就好 再大一點 這樣子 我以前的學長是這樣教我 你在修這裡的時候啊 你心裡是想著他喔 你就是想著你不要碰到他 然後他是從日本 他是日本的亞歷斯回來台灣 然後他就說他們都是這樣子做 他一直心裡想著那一顆 你就比較不容易碰到他 可是如果你一直focus在這一顆 你可能就容易碰到他 重要的是不要碰到隔壁那一顆嘛 等一下要調整一下 在這個位置 好像剩一點點 剝掉就掉了 等一下剝會掉 這牙齒真的比較軟 剝一剝好像就 差不多了 不然 臨床上的尺子可能 還是會翹一腳啦 所以我們可能還是要去把它 弄平弄順 像這個地方我就是先這樣就好 換這邊 這邊也是一樣 你要想你走的 這個步走的路是 順著這個marginal ridge 你現在是這樣走 你要這樣想你就不會碰到他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走這樣子 你就比較容易 癸到他 記得啊 注意他 注意他 我正常也不會放這麼大倍數啦 因為這樣 有時候動一下 變成動一下就 有點辛苦 一樣喔 我就看著旁邊 想著旁邊 可是其實你在顯環境下 其實你看得清楚 就好像還OK 像這支prosima的burn 你一定要選size 適合的啦 太粗了你就會reduction過多 喔 那這件我剛剛就差點快碰到 我說如果你覺得 其實臨床上在修真啞的時候 你會覺得阻力比較大 沒有像這個阻力那麼小 你就先修一部分 然後 先把它吐掉 吐掉一部分 就是先把上段 上段先稍微剝掉 你就至少看得到contact area的位置 你就比較不會碰到他 那當然 更實際一點 你就是用比較細的finish burp fisher burp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在michael下 你還要一直換bo 就很累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用越少bo 處理好 你要做的事情是 比較實際的 好 在這邊 在這邊 好輕輕的輕輕的 去點一點的 好 就自己跑掉了 因為他不是比較軟的牙齒 所以你的整體的morphology已經差不多了 那我會在 LingoSide Platoside這邊 做一個 就是稍微 Bevel出去 Platoside這邊 LingoSide 我這邊做一個Bevel下去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 請病人轉另外一邊 轉另外一邊 轉另外一邊 然後你顯微鏡稍微側一下 稍微側一下 就可以看得到這個側面 所以你這樣就比較有辦法去 Direct View修 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 這個地方是翹起來的嘛 對不對 你就是可以這樣子修 可是你要修到這裡的時候要小心喔 因為有時候 不小心就滑掉 就跑掉 所以你小麥把fingerrest要擋好 可以再轉過來一點點 就是說 從他的有點像正上方 這樣子你比較安全 你比較看得到他跟林亞的 相關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然後或者 或者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你用 你就拿一支探針 為什麼 就就跑掉 插著他 你在修的時候你就修到這裡 他就不會被你修過去了 好 就是 好 就是想想想想一些辦法 我剛剛不小心碰到這顆 我動太快 所以不小心碰到 所以就大概像這樣 我這邊也學了一個規模 那邊就碰到了 就修不過去了 你再推一點 然後一鍵開 然後 然後剩下就是你把 你的 連續性處理好的 的事情 所以 剩下的大概就是 差不多 好 大家應該 就開始吧 你怎麼去把那些連續性處理好 其實就是看你的 速不順 因為你處理連續性的時候 其實 你用的BUR就不會有太大的撤銷力 轉速就要記得低一點 如果 有很多種BUR可以處理 我這邊有帶一些BUR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看一看 我有各式各樣的BUR可以 讓大家瞄一眼 大家都可以看一眼 有一些BUR好像已經 不容易買到 幫他幫我看一下 可以 喔好好 還蠻喜歡 收集 整個都不常用 那個在那邊行動一堆 我都混了啦 我都混了啦 有很多 然後我都在那邊行動一堆 然後我都在那邊行動一堆 這只有 這只是一些啦 還有很多 沒有太多 多混 其實你 其實你 你 你你 你你 你剛才因為有很多狀況嘛 不可能 你用某一些 所以 所以實際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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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講這種狀況都是用 沒有一定 要看是不是他的狀況嘛 因為一般通常 一般通常 大部分都是用這個形狀 就是 沒有啦 看你過不過得去 對 通常都可以 沒有啦 坐出去站 去哪邊 對啦 這個應該很快 沒有 那是 那是Finish Burr 那不是欠銷啊 他是 他就像那個 OD在拋方的那一種 他就拿來 可以嗎 他沒有很大的欠銷率 看你轉速吧 看你轉速 就是 OD的Finish Burr 不是有一些 卡牌 對 12對 然後16對 最吃的東西 因為他做什麼 這種 台灣廠商比較少做啦 這就是 這會買多了 那跟那種 細顆魚 黃色的那個 差不多啊 差不多 就是 他的手感比較明確啦 然後 說黃色的 如果 會抖啊 會 那就是可能是你的手 那這個就可能是貼著 他就是拿來尻尻的 對可是一樣他還是有缺少力啦 轉速到一定程度來就有缺少力 這可能 OK 是用Fightsoft最安全 啊 我自己覺得Fightsoft最安全 就是你真的不小心碰到旁邊的也 也還好 他的洗衣服 對